央视的天下足球都曾经陪伴过每一个中国球迷,也许我们不再记得其中的内容,也许宁悸的英雄逐渐老去,但总有那么几段解说动人心魄,让人无法忘怀。 邀灵,李克尔梅我自己心中的一句,上帝赋予他令人羡慕的天赋,天才却注定要孤独行走。 9.伯格坎普也许,这个世界上有两个阿森纳,有三个海布里,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丹尼斯,伯格坎普,枪手的球迷们也许是为他们的下一场胜利而来,也许是为了他们的下一座奖杯而来,也许他们是为了一个人而来。 8.亨利32岁的亨利,就坐在那里,深情的目光望过去,都是自己22岁的影子,他是队长,他是领袖,他是传奇,他是射手,他是先王之王,海布里的最后一战,海布里的最后一吻,当烟花生起的时刻,那个曾属于亨利的海布里国王时代,不会随年华逝去,而只会随年华的飘零中常常记起。 7.大卫北克汉姆在足球场上,他,不是天才,没有上帝的眷顾,他只是默默的奔跑,静静的等待,美丽的弧线,让他几万千宠爱,却也让他背负了太多的,本不应该属于他的责任,直到曾经的倔强变成今天的执着,直到背影渐行渐远,只留下一声叹息,我们可以说,他,没有老,因为心色的微笑记忆犹新,我们可以说,他,正在老去,因为岁月无情, 6.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这是恋人间最微信的话语,可是看到自己喜欢的球星,慢慢的变老,却是最残忍的事,你可以追得上风,却永远追不上时间的脚步,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岁月的手,将时间连轮一圈圈的拨走,那么多年来,你的进球伴随着多少少年慢慢成长,随着你的老去,那曾经向你敞开的球门也慢慢的关闭了, 这是我们不愿意接受,却不得不接受的事实,5.巴乔你可以拒绝喜欢意大利国家队,但你无法拒绝喜欢罗伯特巴乔,一假二十年,再没有一位像巴乔一样,充满忧郁气质,让人魂牵梦罩的王子,对于一个将足球视为生命的男人来说,世界杯就像是他的初恋情人, 1994年的这个夏天,当巴乔站在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的时候,他以幸福擦肩而过,对于巴乔来说,失去了世界杯就像是失去了他最深爱的恋人,这种忧伤,伴随一生,直到今天都认为,你不是悲剧,尽管与辉煌一次次擦肩而过,尽管伤病总是残酷地摧残着你的身体, 尽管遭受冷漠与不理解,但是你的价值不该以结果来评判,而足球却恰恰是结果决定一切,所以你肚定不可能成为贝利和马拉多纳那种舍我其谁的王者,也不是巴斯腾,古里特那种充满杀气的斗士,因为不会把足球和整个世界踩在脚下,你只会轻巧地把球颠在足间,用过程和美感来倾倒旁人和对手,这才是你,你的魔力,所以你只是巴乔,而巴乔只有一个, 喜欢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宁静致远,但博名利,高尚你生活态度,赋予了你一种到贵的传统,不染鲜华,不着沉迷,于是英雄不老 4.索尔夫克亚老特拉福德的看台上,还在一遍又一遍地畅想,请不要带走我们的索尔夫克亚,不知道这段熟悉的旋律还会唱多久,但我们一定知道,当有一天这歌声不再响起,我们却依然会响起,那段11年的传习岁月和当年的你, 3.紧格斯在绿衣场上,当你把19年的青春都贡献给了一支球队,当你的忠诚感动了所有和你站在一起的人,就连时间也会凝固,为你喝采,为你祝福,为你细数曾经每一分每一秒留下的辉煌 2.卡尼吉亚你可以不喜欢他,只因你没有读懂他,飘逸的长发,优雅的步伐,高贵的姿态,真正的王子,永恒的流星,就像无法融化的冰山,就像无法攀登的孤僧,英俊的面庞上时常带着微笑,微笑中又带着一种不容亵渎的圣洁,曾经有人这样形容,上帝一定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,他在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马拉多纳之后, 又怕他太过寂寞,又创造出了一个同样完美的搭档卡尼吉亚,就像风一样没有方向,就像风一样习惯流浪 1.齐达内就像这首法国民谣所唱的意见一样,齐达内就像是一辆被载着我们太多希望的列车,我们为他欢喜过,幸福过,伤心过,失望过,现在,这辆列车即将到站,我们只能目送他渐行渐远